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日,这是今天第四场直播节目啊,录播节目,也可能过几天就好重新直播了啊,这个昨天晚上已经这个调整了一下啊,得到了这个YouTube网站的支持,那么今天看看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海内外的网站啊, 报道了一些新的报道和评论,到目前为止呢,新华社还没有披露这个中共领导人活动的消息啊,这个很奇怪啊,以前报的很多啊,今天这个出来,明天那个出来,现在不是在搞什么名堂,估计内斗非常激烈啊,你看现在这个关于长存这一次发生这个爆炸事故啊,中共到现在不敢这个详细的报道原因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啊, 长存小区爆炸,这个多家路媒报道后删文,这是新唐人发表的啊,5月1号大陆互联网上传出消息,吉林市这个长存市,吉林省长存市,朝阳区新华路一个小区,居民大陆爆炸了,一片狼藉啊,很多受伤人倒在地下啊,但是你看媒体却不透明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一栋居民楼多家窗户震碎,地面疑似被炸碎的杂物,破裂的招牌随处散落,停在楼下的不少轿车受到了波及,车身明显受损,有一段视频显示有一人拔在地上一动不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有消防人员警察在场, 这地点在哪里呢,在长存,这个朝阳区啊,叫这个西安大陆和昌平街的交汇处,叫新华路小区4号楼,时间是8点40分,爆炸原因不明,我认为很可能是有人故意破坏,所以他才不报道,如果是煤气罐,燃气罐,安全事故,早就报了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当地那个应急管理部的人员又开始表演了, 纷纷跑去了啊,生怕上级批评,但是每一次啊,这个事发生之后,忽悠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如照旧,还会发生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啊,整个社会处于焦虑当中,对习近平的不满呢,越来越云解起来啊,搞不好啊,我看呢,一场大革命即将来临,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啊,就开始抓人,抓了很多人,今天维权网啊,发布了很多消息啊,一个是这个,呃,这是刚刚看到的啊, 就因为维权网,他这个据说是在海外啊,设立网站,但是他大部分报道的时候,都是国内的这些维权事件啊,每天你打在啊,目不暇解,太多太多了,一年获罪的湖北省锦门市公民, 有个人是原先是法治日报,驻湖北省的站长,叫上官云,上官云开,他被抓了,案情啊,简介这里介绍的,呃,这是他原先是1966年出生,广东梅县人,在锦门市生活啊,原来是法治日报, 各地部都有站嘛,他是站长,他是网络的这个使用者,活跃者,也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反腐的记者,应言获罪,被压在监狱的目前啊,还没派, 他呀,写有这样一些文章,叫让弱者哭出声,珠海的爱和痛,呃,在网站上开设博客,以西地的文风发表揭露官媒,官场腐败,结果呢,遭到了三百名,这个官员和黑社会分子的勾结一期,对他进行,这个,这个,栽装,栽装卸害,啊,等等等等吧,这个,现在是, 自2022年的2月,呃,他这个,对当时的罗田县委书记进行批评,那这个,结果呢,招致了灾难,啊,他在23年4月20号,20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题为厄宗市宗院护短,市委不管的反贪腐文章,很快被厄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这个,在当地 一家茶馆,被他戴上头套,戴上手号,带走了,给他夹了个罪名,啊,这个,现在估计是搞不好在山,给他强诈个山殿罪吧,或者是学生自私,现在正在羁押,啊,现在这里还有一张图片,他被羁押在暗州市第一卡住所,这个,这个, 卡住所是在,还有地址啊,连右边都有,这个是证明,搞这个稿件的人很了解啊,因为你有了地址,国,海外就会有铺天盖地的信件,寄给他,但他说不到啊,我曾经在,卡住所寄压的期间,海外有信寄进来,但是警察没有给我看啊,不过警察心情好的时候,他会给你透露出来, 哎呀,这个,眼镜,老江,你这个,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你这个事啊,啊,整天挺热闹的,信件不少啊,你看,他有时候他就如同告诉你了啊,那么这个,这次一起案件啊,刚才看到鸡啸龙的案件,也是微前网发的,鸡啸龙这个,在这个,鸡牙的期间,呃,这个牙齿啊,掉了,也是掉了一个啊,这次回昨天那个,讲到这个,方便, 是一样的了啊,说明人权状况啊,呃,应言获罪一年半的山西太原公民顾小辰,他的案情,还有维权人士唐照星,呃,维权带领一个居民们抗议维权,等等等等,还这里还有政治犯的名单啊,林林总总的太多太多了啊,不能一一列举了,那么啊,这里还叫做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裕的间谍罪的情况啊,等等,这说明什么在中共统统下, 到了末期了,现在特别恐慌啊,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恐慌啊,再看看经济原因,今天看到中央社一篇文章,残烈,中国一个产业五年内超过百家企业争亡了啊,经济崩盘了啊,外上纷纷车子啊,中国虽然是当今电动车的蓝海,然而竞争日记激烈,不止中国国内的企业啊,国,呃,国际车展车厂 别想分一辈更,业内人认为呢,整体市场进入了淘汰赛了,超过百家车企阵亡了,就死掉了,企业纷纷倒闭,包括是经营汽车的,年销二百万吨,成活下去的最低门槛,就年产,你要是不过二百万,根本就没拿水玩了,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市场掀起了加热战和瓜分市场的大战,包括电动车的企业,合资建车厂,还有传统车企和国际品牌,都想在中国市场啊,占一席之地啊,面对竞争,不少中国的车企显得难以招架,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电动车补助措施逐步退场了,另一方面呢,是电动车自身获利亏损的问题,非常负上台面的, 因为电动车是新能源嘛,对不对,这个将来未来肯定是这样啊,但是恐怕一半是难,因为首先你那个就是充电的地方就有限,多人多就是刚开始建立啊,有些朋友买这个车是挺漂亮,走走没有电了,你说怎么办,不想汽油随时可以加油啊,但这个东西没有电了,还得接电源,说面对竞争,不少中国的车企显得难以招架,第一财经报道,电动车市场越来越内卷,不少新兴的造车企业正承受, 压力不断调整策略的啊,这篇文章讲说是,2025年是一个公认的关键的事件点啊,在未来的数年里,车市将面临残酷的淘汰在,这里举着小鹏汽车董事长,叫何小鹏,他说2017年中国有400家,批中100家有稳定规模的销量,另外300家是什么呢,是被称为是PPT造车, 但尚未投产,仅以简报,招得资金啊,这样一个正在筹备,到了2022年只剩下50家,很多车企呢,一年只能数百辆,数千辆车的销量,那根本不行,那靠量多啊,这意味着造车企业从过去的数百家变成50家了,大部分淘汰了啊, 那么何小鹏讲,在2025年底,整个产业进入了32强,之后呢,5年到10年是32进吧,一个都没有了,主流车企只有八大,具有稳定的生产规模,那小品,的,届时很多小品牌,子品牌将进入,并入大品牌,就被吃掉了,形成什么呢,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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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品牌分类,形成几百家, 这几家巨型企业,说是他分析啊,这个,蔚来造车企业活它,最低门槛就是什么呢,全球啊,生产二百万,八两,自会,汽车解决方案,有一个,于震东,这是应该是这个,呃,航内人士,业内人士,2025年,他说呢,2025年电动车制造分,面临分垂领,未来汽车品牌的竞争,会像飞机制造一样,大烫,大浪,大浪,铜砂, 以前是许多飞机制造业 最后只剩下空中巴士跟波音 但我认为啊 未来面临的 主要习近平不下去 面临的有可能来的战争 到那你别生产汽车 唐克吧 装甲车 什么啊 这个车 这个车 一打起仗的人 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跟你讲 就习近平这个瞎忽悠劲 瞎折腾啊 我跟你讲 随时都可能出事 在台海 南海 这个朝鲜漫岛 本人认为啊 都有可能啊 忽然间爆发战争 只要战争一开始 就回不去了啊 接着你会看到 中共政权是怎样的垮台啊 因为他这个不得人心 老百姓恨自如骨啊 我估计成不了 就像那个萨达姆 也成不了40天 最后就举手投降 啊 那么再来看看 这个更多的这个消息啊 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就讲什么 前后十年比较 说十年前后啊 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这有意思啊 他说清华大学啊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中国研究院社会学研究员 叫林宗鸿 他说的 说习近平掌权十年啊 中国威权体制去强硬高压方向 十年前十年后 你这么一比较 就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啊 他说中央社报导 林宗鸿说呢 因为这个人在台湾啊 在台湾呢 他不是国内的 国内虽敢怎么讲 他说 在政府温和社会强硬的时候 政府的智力和政策可以获得调整 这在中产阶级抗争和业主维权的例子 有其可见 政府愿意用怀柔的手段回应社会诉求 你比如说汪洋当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 不就出现了一个最牛顶着户吗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啊 那好像姓杨吧 那个人啊 他家那个就是那个房产呢 政府要强裁 强裁不了 第一他身强力壮他会武打 他是一个武术高手 第二呢 当时是汪洋 汪洋显得比较回柔 就政府不能强裁他 也不能抓他 最后他谈判 谈了好多轮呢 最后他的利益拿得不少 就这个人挺有本事的 他那个房子就剩他自己了 旁边都冻钱 那房子变成小炮楼似的 高高的 他和他老婆就站在上面 天天上下 随来就他不怕 这个挺有意思啊 那个文章说明 汪洋还挺好 汪洋这个人啊 他说这在中产阶级抗争和业主维权的例子 尤其可见 这个是叫怀柔啊 怀柔在汉朝是比较多 汉文帝嘛 是吧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所改善 这个互动类型 在呼吻智力默契 或是习近平第一任期 还有个例子 就第一任期 习近平还在撞一撞 还在听胡警道 胡总 你看说怎么办 他骗嘛 等到翅膀硬他就不骗了 直白的暴露他反动的本质啊 林总宏提到 政府强硬社会温和的时候 意味没有办法达成任何政策改善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对内治理越下强硬高压 中国渐渐的朝政府强硬 社会温和的方向走 政府压制性越来越强了 纵使有灵性抗争 诉求也能够游和 拿掌白纸来 其实没什么攻击性 就他因为是台湾的大学教授 我讲的话 文不文 言不言 文周周围 其实这个意思就在习近平下 不一样了 马上撕破了面纱 直接变成什么 就是战争年代 那个匪党和杀人党 不要出息老几指令 开干 不行抓 确实抓 和杀 利用老百姓的恐惧来维护统治 他说过去胡文时期 很多人看好中国有所谓的权威任性 就越来弹性 也就是在威权领导下 仍然保持着任性吸纳社会意见 改善公共服务 使民众信任党国 于是掌权者可以一边改善治理 一边维持威权统治 你看在胡文那个时代还出现了 那个叫三博士 因为我在监狱的时候 我出来以后看到了 就是三博士 就包括现在逃到西方 还有三个博士 关于那个劳动 流浪儿童遣送 好像那个条例还给废除了 这个高智晟当时还是先进这个律师 你就想想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略有一点像国际社会靠路 往前走的态势 只不过我理解是胡文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江泽民派系就是这个制衡太多 对他的牵制太多了 他不掌握军权了 不完全掌握军权 就是给我感觉海军好像比较拥护他 这个其他军对他控制不了 所以文船地震 温家宝很勇敢到前线 但是那个部队不支持 你看部队不支持他都能干到那个程度 那确实了不起 我跟你讲 我现在回想 我觉得有些人对他评价不公正 你评价历史人物 你撇开党派之间 现在人们比对一下习近平就知道了 那确实了不起 在危险的时候总是看到他那矮小的身影 这确实质在人的流年 这篇文章讲 他说过去胡文时期很多人看好中国所谓的威权任性 也就是在威权领导下能够保持任性吸纳社会的意见 这些改善公共服务是民众信任党国 说是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他说在胡文那个时代 也就是掌权者可以改善治理 维持统治 这十年来不是走向吸纳包容演化的方向 相反的 越来越强硬到习近平 他说公共的服务也在弱化当中 就没有什么公共服务 中国对内强化极权对外具有攻击性 这都连在一起 对于那台信仰哥们是红二代 正狂起 反正现在全力到手了 我不能学奖金 我得学康生 像整我爸爸那样狠狠的整你们 他是把这种心态自私自利 其实 那么整个政权过去十年转变的重要因子 反映了内部焦虑和不安全感 林总宏指出 习明刚上台时 由于派系相对较弱 分析多评期未利的 历代领导人最弱的 可由此推估 他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 焦虑感 于是致力于强化个人集权 其实他上了以后就开始搞军民融合 他就打算好了 不准备交权了 哥们上了以后慢慢干 先骗你一段事 等骗到手了权力 我就开始抓了 所以他就实行军管了 军民融合就军管了 那时候我就听说他要搞军主立宪 所以当皇帝 我当时不相信 那怎么可能 果然现在就朝着方向走 他说林总宏分析 为了迷平外界 个人权力的威权威胁 习近平对内智力采取强硬态度 这套行为模式 扩展着对对关系 战狼外交的主调 到时候打人骂人 到时候的事 海外警察抓人打人事件 比比皆是反映了西平个人 中国政权内部的焦虑感 不安全感 就极大的不自信 你看说 所以一出来讲话 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 四个维护 两个维护 其实就什么 就自己的地能 搞清楚心想 赶快下去了 烦死人了 但是就不下 为什么 后边站一个大兵 张国乡哪敢打枪保护人 前面这个王小洪手链个打手铐子 不行给你靠起来 对不对 杀 所以他就靠着恐惧的维护统治 实在是令人感到厌倦 那么刚才没有讲完 就是习近平统治下 这个问题很多 尤其是农村 三农问题 刚才讲到这个大纪元这篇文章 就是从体农村产权流转 这个事 他不得不沿用 就是胡温时代 那些比较好的政策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 习近平上台后 提出所谓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 竞选三权分治 以四年国务院发了一个文本 叫什么 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意见 另一支 但一支是雷声大雨点小 直到近十年今天 才提出什么呢 搞农村产权流转事件 徐晨刚介绍 十年前 国务院就提出农村产权流转了 前提是保持集体所有制不变 官方认为 让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在市场流转 能提高它的使用效率 但如果从人民利益看 这不是解决办法 他说当时国务院提出的做法 十年 之后十年没有任何具体的执行 现在呢 当局拿出来 变成一个神秘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还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呀 因为他没什么新思维 你戈尔巴乔当年有新思维 他啥也没有 他就仿造毛泽东往后倒退 怎么能维护权利的实用主义 他就算数 说原因非常简单 是因为叫集体 说脱离的个人 最终所谓的集体 把农民的个人全部都架空了 只要没有人在里面 就算他流动起来 集体所有制 土地可以交易 不但不及解决贫困的问题 一定会产生极其的矛盾和腐败 因为你都想那些有钱人 你流转的 对不对 当官手里的 大力党这本书 三七六股 七大股 八大仪 搞一个招商 搞一个拍卖会 强迫你卖给我 一块钱卖给我的 不卖我抓你 中国民间一直希望 让土地流转可以自由 这个只有搞自由化了 徐成刚表示 当局现在要搞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试点 其实是因为问题积累了很久 一直找不到办法 就拿以前想的老伴来 呼噜 徐成刚用千律济穹来行 说找不到点子了 以为以前策划的东西是好东西 其实不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他就讲到了大产权和小产权的问题 等等 这篇文章比较长 他其实讲农村产权的问题 要教我看农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四语化 全盘的四语化 将来未来的中国领导人 不论谁上来 肯定要宣布这个 所有的土地 你们原先的栽基地 永远随你们的 就是你们子之后的能继承 所有的走到全世界的华人 只要你回来 把钱都拿回来 全部赦免 不管怎么来 你包括贪战的也行 都赦免了 但前提条件 你都交给公家的钱 要那么多干嘛 到那个时候 人家也不需要攒很多钱 来保证自己晚年的生活了 因为就像加拿大一样 18岁以前什么都有 65岁以前什么都有 以后什么都有 你忙活什么 对不对 如果我老将没有一个梦想的话 我可以不做着节目 我今天就可以睡到10点 睡觉睡到自然醒 但是永远达不到 数钱数到手头 就是这个这个地步了 那也不好 你看我看国内有媒体 有个女人写个文章 她最高的理想是 变成这种生活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 手抽筋 那手抽筋多脏啊 那钱在手里啪啪啪顶 那上面细菌多少 是不是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过去几十年呢 中国境内的房地产大爆发 大财大建 一直持续到近年 对抗强财的维权 一种此起彼伏啊 你说比如三年前以前 北京昌平 大范围强财小产权房 因补伤不到位 引发业主的抗争 你想你把家房拆了 又不给你干呢 你稍微的血腥也给你开干 我跟你讲啊 所以这个唐富士当年不就是 这个是一把火烧了 你看那个多惨烈 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唐富士半岛的周永康 是吧 因为周永康小兄弟李春成他们搞的 是不是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些官员啊 都如狼是否啊 手里有点权的胡作非为啊 就是靠地皮 这地皮已经属于国家 国家不就是他的吗 他说了算就是他代表国家啊 徐成刚表示 中国的土地国有 所谓的出卖土地 从来没有卖土地的所有权 卖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你要多搅啊 共产党啊 他知道真正给老百姓就完了 他的党就统治 他共有志是什么 共有志其实是抢钱啊 所谓共有志 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共产党就这么霸道啊 这中共法律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但呢实际上农村集体 无处处置土地 如果土地要做非农业使用 会想卖掉 集体没有处置权 按说他就要集体所有制 产权是集体的 集体应该有处置权 但实际上法律上规定很清楚 只要土地的使用超出农业 超出本村的生活 基本维护状态的使用 必须先得到国有化 然后国家拿出来收手啊 这个徐成刚讲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有所谓的大产权 小产权之分 大产权指的合法的产权 就是国有志 所谓的小产权 就集体偷偷摸摸 把集体的土地拿出来干别的了 由于是偷偷摸摸 没有真正把这产权卖掉 都是出租十几年 二十几年 也都是非法 无论是小产权大产权 最终都是国家 所谓的大产权 就正规的国家来做 你看中国老百姓买了房证库 七十年产权 完了办了完房产证 交百分之六的土地 七岁 结果现在又开始翻脸了 征收房产税 你征收行 现在得过去那百分之五 五和六退给人家老百姓 你不退 不退没人挺脚 你瞎胡有什么 是不是 这习近平折腾这十多年 把国家财务都折腾光了 不顾 改善老百姓生活 没钱了 又开始琢磨怎么掠夺农村小市民 是吧 所以小市民非常狠 因为现在很多大城市人 过得有滋有味 五亿出去玩一玩 那钱哪来的 不都是有那么一两套房子 省市兼用当年 是吧 便宜买的 后来炒房现在就价格上来了 挣点钱了 是不是啊 所以习近平树立的敌人便宜都是 还征收房产税 要什么产权 什么登记 这个登记就准备好 要抢 你抢点试试看 老百姓别人就狠 是吧 到那天那个大城市里面那些 这个拥有产权房的老百姓 直接就开干了 你不要有一次白发革命 这会儿可是既不白也不黑的革命了 是吧 革命这东西啥意思啊 革命党革命党 革命党 西兵最怕是革命党 所以这个中国的经济技术 现在基本上崩盘了 我要和大家讲 现在这个情势是非常危险的 否则就不会出现长春爆炸 他为什么不敢报道 因为报道有人不都学这个事吗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没有讲完 他说中共现在的土地管理法称 对土地实行共有之 即全民所有 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这个是这样讲 他说呢 自从1990年后代以来 后期以来 中国开放了土地市场 大规模的城市发展过程 进一步国有化的过程 民企没有受益 虽然中国的民企很发达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民企用的土地 民企都是在租用的 国有土地上运作 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是国家的 国家有权利任何时候受毁 所以没有一个企业是安全 在任何时候 共产党就可以灌着门 抢你的钱 给你灌到监狱去 就要财产全抢光 人要灌到死 吴小灰和小姐花不就是吗 原先我都见过 吴小灰也好 小姐花身边的人我见过 他们原先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亿万富豪了 有这种谁敢随便动咱们 咱们哪个部门不是互风坏雨 叫谁谁就来 对不对 结果一抓他就完了 谁都躲得远远 在中国就这样 你没有什么保障啊 我太了解了 人走查粮啊 共产党为什么要党管司法 就保持了最高领导人抓你的权利 因为讲你不听 他有钱 我只有抓你才老老实实的 是吧 所以肖建华和吴小灰就一抓 据说肖建华刚进去的时候还挺牛的 又拍拙的 又瞪眼睛 又跳的 认识这个认识这个 因为以前他做生意的时候 很多人都到他来拿钱啊 他主要是靠包装那些企业 包装完了上市 上市的股票 就让总共的高官的家属去买 把内部勾兑 在勾结媒体 在催 那个房产怎么好 什么 那个项目怎么好 露钱 其实他吃那些钱都是什么呢 都是大虾米 这个大浪 这个叫 这个大鲨鱼 吃小虾米 小泥鳅 你看那些 老百姓傻乎乎在网上炒股票 这典型的傻瓜 就是什么 你投那一两百万一两千万 那不就是一滴水弄到河里去 你是主动给钱送给人家了吧 还有的人大护士 我开了个大护士 二百万整个荒荡荡 他偶尔能挣点小钱 长远看 都让人家类似小姐华呀 吴小霍这样的人 就郭文贵这样的大激进的 一张嘴 手一声就给你钱吸走了 就合理合法把你的钱拿来 你还心想挺成就感的 这个股票真过瘾 这个就像你到了这个赌场 玩那个就是游戏机 我老家偶尔也玩一玩 就游戏机 刚开始你只要注册一个 把一个卡进去了 他让你一个二十块钱 十块钱 你就傻乎往里偷吧 一会儿全光 我给你讲 因为他那个设计本事就设计好了 你只有一个办法 你能把它多挣得利益 你多把几个卡 他跟那个卡来识别 来识别的 电脑识别的 那个股市也是一样啊 你想这个小建华 为什么因为人民群众现在不同情 恨呢 抓了也明明是没有法治精神 老百姓也不关心 抓了活该 仇富仇官的 人一个是恨等了习近平 就随有权最多人恨 随意有钱最多人恨 这确实这个问题啊 你看那个这个马云抓 折腾马云那段时间 我都听到很多人讲 盖 整死他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一个健康的社会 就像加拿大 你富也别想富 穷也别想穷啊 社会比较公平 上帝造人 哪一个人都应该平等 大体上平等 你不能因为他有残疾 或者弱质 或者能力差 你就让他吃不上饭 都要吃上饭 这才是个好社会啊 其实就是平均主义 这个是应该假设社会共 相对平均主义 也不是绝对的 你看他鼓励人能干的 是吧 当然我回到这里啊 就是那个土地的问题 共产党玩什么 其实就玩个概念 什么扭转 这个那个 就是瞎忽悠是吧 在中国现行的土地 这个制度下 不但消遣产权 不受保护 人们花大量金钱购买的住宅 房产也随时失去所有权啊 你想他把你一抓完了 给你包装成黑社会 他为什么要搞黑社会条款 就黑社会条款 可以没收财产 你看抓了很多 你看海南省 抓了多少黑社会 你就查查 你看那黑社会 全都是基层的民营企业家 村里边说的是村霸 你不霸的村能挣着钱吗 村里不都是吗 我都借的太多太多了 我那时候下巷采访 呃 大队党支部书记 一般都是这个地方那个那个领导 党委啊 政府的官员 接待的时候啊 他都是 呃 这个中午咱找个出饭票 呃 打个电话 秘书就抛台打电话 王老板 王老板来一趟 今天有客人来 有机者来了 一块吃个饭 一溜小跑 那个那个老板就来了 来了 首先修他那个车 你看 我这车怎么样 才换的 你看我这牌子 你看我的天 牌子军牌子 你怎么弄军牌子 那个刘营长都是咱铁哥们 你你你你敢不敢想 敢想想马上你叫来 就吹牛 一会儿叫来了 连长这不就来了 哎呀 你来了 使劲都握手啊 你不都是这样吗 你村里都是那样的 啊 就是叫什么 乔男霸女 就村霸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的黑社会话 你们都是难以想象的 我跟你讲 那个村长 村党这部书记 本身也是社会最大的老大 黑老大 那个村子里建的那些企业 什么企业都有 比如说盖打楼的 制造皮鞋的 是吧 制造罐头的 什么企业 都是他 这不都是他的吗 你吃饭都来了 这个是王老板 这个是赵老板 这个刘董事长也 刘董事长不知道 厉害 加拿大有房产有土地 加拿大什么什么是他的 这个那个的 你就在这也是啊 你出去办事 动不动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是哪哪首富 有时候你不相信一点 真是首富 在这个地方 整天忙活 全都是 中国社会 现在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真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都属于什么 墙头草 他在看 共产党现在 能不能委屈住 他也不敢得罪习近平 都等习近平 看习近平的笑话 是这样一个社会 这篇文章讲说 是徐晨刚表示 90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开放了土地市场 大规模的发展的过程 就是进一步下强 国有化的过程 民企没有收益 他这里边讲 他说中国这个小产权 也好大产权 都忽悠啊 他说如果中国有司法独立 即便土地产权是国家的 至少国家跟购房者之间 在合同上说好了 将土地使用权 卖给个人75年 75年之内 如果国家违反合同 要拿走土地 购房者可以打官司到法院 但是法院也是党管呢 政法委 为什么习近平抓这个 政法委的权力他不放 因为要放的话 他没站在理上 谁挺他的 对不对啊 就彻底就完蛋了 他说但是在中国 司法不是独立的 党需要你的土地 法庭也是党控制的 你怎么跟他打官司呢 你怎么能保证 你跟这个党签的合同 最后是执行的呢 说为什么呢 美国这个西方世界 和中国 我不能做什么生意 再搞下去了 因为你做生意 难免有纠纷 一有纠纷 你上哪打官司 中裁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就不能对接 你只有灭了中共 就是全世界都是自由法治社会 那就好了 大家一起做生意 微信啊抖音 都使劲抖 说微信你随便的微 现在你敢整吗 他空这个东西 他整天用这个东西整理 说让你心里不舒服啊 你看这个文章写得很好 徐晨刚讲 他说今天呢 所以今天人们在土地和房产方面 遇到的严重困难 归根结底 就是土地的国有性质带来的 由于中国人的私有财产 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 不能受到基本保护 就产生了随时抽走资金 逃离的恐慌 而一旦人们想抽走资金 中国的经济就不能运作了 你现在不都有钱人早就跑了 我在这遇到好多人呢 我不是详细讲 我都知道 都是存有二席 在前线 老板在前线做生意赚钱 大户房老板 孩子 私生子 儿子 女儿 孙子 全都跑到海外了 所以一旦将来开打 我跟你讲吧 真正美国和中共翻脸的话 如果真正的交手的话 就是西民这个政权 一瞬间灰飞烟灭 你听我这句话 连张有霞都他跑了 我就不相信他在西方没有钱 他想点忙 我离商费的跑了 到那时候谁对忠诚 就他自己对自己忠诚 是吧 你看撒大木匠 当年不就是了 就他自己 胡子拉擦 钻地洞 爬出来了 满脸血 是不是 这些几天的事 这一幕即将从严